字幕視 1.19らい 剛才我們講了文學館的話 有高心的政治文學史和香港的特色 開始市場平民又參與 民族人都可寫了幾句 文字就是人個個都會知 或者是都不懂指寫文字都會講話 都懂得說話 但落實去推動這件事都要做很多功夫 我經常覺得 就算在香港沒有說過西九 一直以來爭取權益 最厲害的是演藝界 其次肆藝就好些 最差的是文學 這個其實跟他們的生產模式有關 因為演藝界是整隊人 收集很多人很多機制去拿 藝術家都躲在房間畫 但也有展覽 所以跟社會有交關 文學寫的書 就算是被寫的文學 寫的文學都很刪斷 是 作家真的躲在藝術上 不見人 當然亦都可以見人 文學的特色是個人創造的程度 躲在藝術上的程度比較高 當然以前的時代 都有很多文學團體 或是文學運動 但我猜香港文學比較傾向各自、各別做事 那就少了一點 是的 歷來很少集合或是人們帶頭去做運動 人們經常覺得文學跟演藝不同 演藝要事先規劃 事先進入唱會 事先想想做甚麼戲 要爭取一些事才可以開始做 文學做完才算 而且還會覺得文學很容易入手 你自己坐下不寫 寫完就找出版社 不用那麼多硬件 起碼 但我們來說是有需要的 其實我作為一個策展人 我想起文學館是可以很刺激的 即使在歷史上來說 由張愛妮到許地山 已經有很多故事 到在流行層面的七十年代的港產片 或是電視劇的歌曲、歌詞 到唐迪生之類的 一個這樣的館 其實裏面是可以很豐富的 我們沒有人想起文學館 可能是一堆書 所以現在多母之急 就是文學界本身要表達意見 即使我們有些人出來推動 都不可以說代表全部人 但既然現在公開拿出來談 大家可以說 有什麼意見公開說 我覺得在大原則底下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沒有什麼可以反對 即是你說文學館做出來 如何呈現一些東西 可能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但如果整個文學館 是對整個文學有整理和推動的作用 我就想不到有什麼會反對的地方 還有用的資源都會很有限 即使真的可以很靈活地做到 不是說要很多設備很昂貴的東西 只是一個呈現的公共空間 就是很多活動去做 是啊 即是在那個程序上 即現在提出 我覺得不是一個問題 即表面上看樓市有一點點 即西九講那麼久 你們又不講 你到這裡的時候 突然間失出來講 但我覺得 第一 你講得對 第三 我們需要到建設的資源不是很大 第二 其實西九本身的概念 它自己都講得明白 就是一個分階段發展 有彈性的 是因應著往後的社會文化經濟條件的轉變 而去調整的一個東西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不斷地提出一些新 以及加入一些新東西的一個求私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階段提出到 不是說是一個太遲或者搞亂 甚至很簡單 可能是一間很大的書店裡面 要它有一個合約 要有一個文學館 或者文學活動的空間 是 絕對可以跟一個書店的概念 對 跟大書店的結合 有趣的是我們想到西九那時 整個文學區域 我們馬上就想到大書局 因為其實是很欠缺這個書局 書店跟文學館的結合模式 就有很多種 譬如會不會也有想法 就是一個巨型的書店 租金可以用來營運文學館 也是一個考慮 所以很開放 但是文學館和書店 應該互相配合在這裏面 未來這段時間 你們準備有什麼活動 我們特別重要的活動 應該是七月書展的期間 七月二十七號 已經訂了11點半 我們會有一個再談會 到時主題就是 香港建設一個文學館 就會請九成 現在都談到尾階段 就請台灣的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和北京的現代文學館的副館長 交流 分享我們的經驗 到時當然我們也有本土的文學人 文化人 說回我們的訴求 其實除了分享經驗 就真的要表達這個信息 就是說我們要一個文學館 而且希望亦都是 好像得到其他地方的文學館的支持 就是文學館是很重要的 各個地方的文化 書展有這麼多人 或者書展參加的活動 其實都很類似文學館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理據 就是為什麼書展會 書這件事會吸引這麼多人 書這件事的文學成份 多或少 都是在這裡 所以在書展 我們都很想把握這個時機 去搞這個活動 希望大家廣泛認識這個問題 和聲音會做得強一點 不過真的很像在政府思維裏面 真的沒有想到文學 其實我們去台灣 每個人都去成品 首先從旅遊的角度來說 都是一個考慮 但是為什麼你在政府裏面做過 文學 學校級那些很多是思想的問題 思想、哲理、文化、身份 不是那麼膽量 有得它發生就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思維要大膽一點 其實做得好的 都是可以在西九或香港的吸引力 來到香港看一看文學館 或者附帶的大書店 都是一個很去傳的東西 香港真是自由的 文物真是自由的 其實這點真的很重要 出版物 有些書在香港才可以出 如果真是匯聚了這件事 其實也是很重要 或者有些作家在香港才可以來 是啊 也是促進國家的交流 華語的作家 作家的交流 在哪裏交流到呢 在香港交流最好 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我們現在經常說 整個文化生態軟件 有一個環節 我們其實是挺憑鬱的 就是評論、論述那方面 這個絕對是絕對是我們 我們現在看回很多時候 跟編輯和文化版 很多時候的表達能力 文字不論能力是很弱的 就算整個論述評論界 是面對很多困難 是 其實我們都需要在這方面加強 有一個空間給一些人聚買 一起聊 聊聊聊 聊到一件事 其實也很像以前的文人 在酒館上倡酬 但現在酒館變成公共空間 大家來看 所以我作為文化館 絕對可以發揮這種作用 會聚的人 絕對不是一個只是擺一些東西 已經定了形的東西給大家看 而是那件事應該是延伸出去 大家在一起活動 有一個公共的空間 有種公共性 那件事延伸出去 不只是文學 一定是用文字去表達思想 各方面都有用 所以 中文學館一定要有酒吧或茶館 當然 但我們設想一定要這樣 有咖啡館 多謝你 不要客氣 至於觀眾 如果有興趣留言 就可以上我們 Sivou Culture的Facebook 留言